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一大早就吃满碗一碗 碳水化合物啊 要是把你饿着了 房东肯定找我麻烦 要是把你饿着了 房东肯定找我麻烦 算你识香 你自己做的 嗯 怎么了 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人给我做早餐了 我家阿姨之前回老家给儿子办婚礼 不再也没有回来 可以啊 嗯 嗯 这个没吃啊 已经过期一个礼拜了 哎呀豆腐是腌制品 越过期味道越正 嗯 真好吃 你应该吃到厨师啊 你干嘛要点叫做一下呀 嗯 昨天晚上我腰疼睡不着了 看了一眼你写的手术 你不是看不上眼吗 我又不是为了治疗失眠吗 说实话啊 太假了 看不进去 嗯 不是都说什么 艺术来源于生活吗 啊 对你现在写的那个叫什么 爱情 哎 什么啊 哦 恋爱保镖 你怎么要老是偷看别人的东西 你自己的东西不好好放着 这不是勾引别人看吗 我知道 你这个写的是什么 富质爱千金 爱上孟娜保镖的故事 对吧 哎 你这女主太标签化了 一会儿就是脑子 想出来的 一出门 就要全副武装 戴着大珠宝 那她跑步带吗 还有跟朋友吃饭 就要顿顿她买带 凭什么呀 这说明他们根本就没有 真正的好朋友 太老头了 不生活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知道写小说 怎么才能做到专业呢 这回分上要怎么去呢 PRO PRO 总之你不知道怎么写小说 当然了啊 你那当然可以写一个那种 早上吃龙虾 晚上吃牛排 走路都得让人扶的姑娘 不过你觉得那样有意思吗 会有读者喜欢看吗 我倒是觉得那种 能吃得了法餐 也能吃得了普通的面条 配豆腐卤的女孩 比较可爱 因为对她来说 重要的是食物的味道 而不是价格 你是在说你自己吗 恋爱小说简单一点不就好了 搞得这么复杂干什么 你不要小瞧恋爱小说啊 你既然说你自己是 普通的 那你就应该清楚 没什么类型怎么写 才能最好看 我原本还写过推理小说呢 那你为什么不接着写了 肯定是因为写恋爱小说 赚得更多 我肯定又想赚得更多 你又不想花心思 那读者又不傻 肯定会跑路的呀 我 嗯